2011年度第24屆林園域精神的奖人 已经被选出来了 今天是向媒体做一个发布会 希望能够将我们选出的结果公布出去 今年选出的得奖人有三位 第一位是何慧珍女士 她是教育部课程发展师与文处处长 零年一基金过去比较的 这个作用在体制外 以人权概念作为一个斗争目标 那么在体制外的得奖人呢 过去就比较被 比较多被选中为得奖人 那么第一 对于体制内的呢 就比较少 那么体制外的工作争取 母语教育这个权力呢 是很重要 但是在我们还没有争取到这个民主平等地位之前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体制内工作的老师们 或者教育官员呢 在体制内呢 做这个母语教育权力的捍卫者 何女士呢 就是在这体内 体制内工作的人 在体制内工作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在这个政治结构底下 政治的干预 教育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在体制内工作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那么过去 有很多这些国民型中学的 他们在华文方面的表现呢 其实也很不差 但是呢 这个并不能够归功在当时改制这个政策 这些中学之所以能够表现呢 都是因为呢 这些老师们 校长们 以及学生们呢 他们对华文教育的这种日爱 学生也很自爱 老师也很精力 所以才能够有一些这个表现 但是如果没有被改制的话 华文中学没有被改制的话 肯定呢 他们的表现是会更好 这个何女士呢 她长期致力于规划 发展政府学校 华文科教学 以符合时代要求 为体制内母语教育权益的默默 所顾着 他对华文教育的贡献呢 其实功劳也是非常大 第二位呢就是黄思冠先生 他是一位华文教育指导 大卫华文呢 不持劳苦呢 在偏远的地方 也不继绩呢 去推动发扬这华乐的这个发展 那么十多年来 他到处喷波 传扬中华文化的功劳呢 也不可摸 第三位呢就是谢太保先生 他是前马来西亚国会议员 在他年轻的时候呢 三十多岁呢 就已经被李光耀政府呢 囚禁在老院里面 他是一个所谓 对良知囚犯 政治囚犯 他跟当年南非的叫曼德拉 这个推动这个人权的发展呢 是有同样的一种精神 但曼德拉呢 当时还牵涉在这个暴力的斗争里面 甚至被判了死刑 那么后来因为国际 这种民运人士 对他的这种敬仰呢 在国际的压力下呢 在国际的压力下呢 他被这个赦免了这个事情 那么社太保先生呢 当时在新加坡呢 他也是一个可以说也是一个民运分子 但是他没有牵连到这种暴力的行为 但是李光耀呢 就要应应要他承认是共产党 因为当年的共产党呢 也是被列为恐怖分子 而社太保呢 在那种压力以下呢 就算被关了几十年呢 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是共产党就是不共产党 但是他是一个反殖民帝主义 反帝国主义的一个中间分子 坚持到他被放为止 他一共被波多勒人身自由呢 有三十多年 比曼迪拉还要久 曼迪拉呢 在国际上有人支持呢 那么后来呢 他在他努力以下呢 成为这个南非的总统 谢太保呢 还是囚犯一个 这种差别呢 可以看出来 西方国家对民运分子是怎么样看待 我们这些殖民地 这些成绩他们这一波的殖民地精英呢 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些民运分子 夏太保呢 是一个良心政治犯 坚持他的理想 而坐穿牢迭 体现了南大精神 于林运先生 这种威武不能驱 富贵不能仪 贫贵不能仪 贫贱不能仪 这种威武的精神是一致的 因此他这一季呢 也被我们选为这个 人临年与精神奖的得奖人 今年呢 我们一共收到七份提名表格 受推荐者有一个团体 六个个人 年与精神奖自1988年设立以来呢 今年已进入了第二十世界 进入了第二十世界 获奖的人包括二十二个团体 继四十九位个人 今年度的年年与精神奖 颁奖典礼呢 将于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天呢 上午在京波尊孔独中的礼堂举行 我今在此呢 邀请社会仁慈能够热烈的参与这项圣主 谢谢 谢谢 餘场 下来 我留在箱圣主 标准